大家晚上好 今晚有佳希主持 与你一起共度着高能量的美好时光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在追寻幸福和成功的人生 有人说幸福是一种感受 有人说幸福是金钱、权力、名望、成就感 也有人说幸福是服务他人、服社会 在世俗社会中 大多数人沉醉对物欲的追求中 获得的名利 却依旧郁郁寡欢 触摸不到幸福 与幸福擦肩而过 那到底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成功 怎样才能拥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近日新教育深圳读书会 今晚邀请到分享嘉宾熊杰老师 熊杰老师是合一家属校长 深圳市慈善总会 合一教育基金主席 成功民业企业家 今日学堂家长 家委会主席 参加过清福一二三年级 财富一二年级 大一课 等课程 他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为你解析 新教育如何帮助你获得幸福和成功的人生 下面有请熊杰老师 大家晚上好 听得到吗 大家晚上好 我是深圳合一家属的熊杰 今天晚上由我来给大家分享 我的主题是 轻易新教育是如何帮助我获得幸福成功的人生 首先感恩三长刘老师的教诲和指引 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 感恩深圳读书会 让我有机会去表达自己 服务大家 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 那是我最开心的 其实幸福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人生 如果你不幸福 那么在世俗中获得所谓的成功 又有何意义呢 不巧在前几天 在今日幸福读书会 我太太马清林也分享到 女生在幸福人生方面的课程 当我在分享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其实很忐忑 因为我要确定自己是否 获得幸福成功的人生 只有我们拥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才能把幸福分享出来 当我在静坐的时候 当我和太太和孩子相处的时候 从内心溢出满满的喜悦 我知道那是心里荣有幸福的喜悦 所以今天才敢在这里 进行对这个主题的分享 下面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状况 与自己几十年的寻找里程 给大家分享这段成长与喜悦 第一点 大众眼里认为什么是幸福呢 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 所谓幸福 就是辛苦的工作 后获得财务自由 然后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可是究竟什么是财务自由呢 怎样才能达到财务自由的标准 最近网上有一篇关于财务自由的文章 特别火 文章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将财务自由标准划分为九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菜场的自由 在菜场里只要愿意买哪种菜 都可以买得起 不需要看菜的价格 这就要实现了初级的自由 这种自由看起来很爽吧 第二个端呢 是饭店的自由 饭店自由 就是只要自己愿意 想去哪个饭店 就去哪个饭店吃饭 不用在乎饭店的档次和菜品的价格 举个例子吧 应该去年有一个 有一个网上有一个比较火的事例 有几个富二代 出去吃饭 一顿吃了四十多万 一条黄鱼就要了七万块 如果实现这种 想到哪个饭店去都吃的自由 其实也超越了很多普通人 第三段呢 就是旅游的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去哪个旅游 就去哪里 不看旅游的价格 此为第三段财务自由 这个自由就需要 在实践和金钱上 都是自由的 现阶段中国人都喜欢出去旅游 旅游多的人知道 出去的越多 越不知道何处去 心灵越空虚 不敢闲下来 我的很多朋友 每年四季都出去 看雪 看花 看井 但是其实他不知道真正为何而去 只是跟着感觉走 第四段就是 汽车的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选择买什么车 就买什么车 不看车的价钱 不管自己 需不需要 不问价钱就买 中国富人为了与众不同 买车买得疯狂 只要贵的 别人没有的 四千多万的一辆不加低 微浓 买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 家里停车场 停满了豪车 但是不知道开哪一辆出去 合适 第五段就是学校自由 学校的自由 有意思 只要是自己愿意 孩子想选 什么车什么学校去上学 就去什么学校去上学 不需要在意学费的高低 及其他成本 其实这个自由 是非常难的 第六段就是 工作的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选择什么工作 就选择什么工作 没有这个工作 就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岗位 不计较这个工作是否赚钱 工作自由更不容易 想什么就做什么 随心所欲更难 第七段就是看病的自由 只要能看好病 不计较医疗费的高低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好事 生病还生出档次了 可是现实生活中 找一个信任的医生 可靠的医疗 确实需要极强的家里 和社会能力 上一次我带一个朋友 到港大医院做体检 在国际部 随便检查一下 花了四五万 更过分的有一个朋友 到日本 做了一个相对普通的体检 就花了二十几万人民币 第八段就是房子的自由 只要自己愿意买什么房子 就买什么房子 不计较房价的高低 这个在中国不但要有财力 还需要有权力 比如有些社区 必须是大领导才能进去住 有的社区 必须是上市公司总裁级的 才能进去 另外 前两年有一个惠州的老板 在香港买一个豪宅近六亿 好房子更需要好财力 第九段就是国籍的自由 自己愿意移民 哪里就去哪个国家 不计较成本高低 国籍的自由 代表中国新贵阶层的标志 移民到哪个国家 也代表层次 非常不一样 同时也不是谁都能办到的 这篇文章看上去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 很美好的目标和场景 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尤其是中产阶级 中高产阶级 可是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 把这九段的财务自由拿来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和陷阱 那我们来一条条的来分析 比如吃 先拿吃来看吧 从生物本能的高度来讲 角度来讲 吃首先是为了健康 为了活下去 但即使你可以买起菜场的任何种类的菜 可以吃得起任何档次 饭店的任何菜品 你能确定你选择的确实是 你身体最需要的吗 你知道我们的身体真正需要的是 什么样的食物吗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想好的话 那这个菜场自由和饭店自由是什么呢 恐怕仅仅是为了面子而吃 为了满足口服之欲而吃 甚至吃到了毒品 而不自知 比如旅游自由了 你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那你去那里是干什么呢 人群中流传了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叫所谓旅游 就是自己从自己待立的地方 去看别人待立的地方 还有的说所谓旅游就是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 我看到身边很多人经常在微信朋友圈 各种秀 各种赛 他的目的恐怕在说 看我去过哪儿了 哪儿了 我和你不一样 再比如学校自由 难道仅仅是因为 你可以负得起这个世界上任意昂贵的学费 就可以任意选择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学校吗 这个常识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的 比如优质的学校 不仅仅是其学费比较贵 其教学品质 也非常优秀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为了特定的阶层服务的 不是有钱就能砸进去的 这点中国的土豪在国外遇到过很多尴尬的境地 比如英国的移动工学 美国的哈佛耶鲁 包括现在的今日学堂 真是有钱就能随便进去的吗 还有看病自由 是想去哪个医院就去哪个医院看病的自由呢 还是不得病的自由 而且从目前医疗治疗基礼来看 绝大多数的病是治不好的 甚至很多病是因为治疗过度而死的 比如1976年 哥林比亚的有个市 有个城市的医生罢工了52天 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不寻常的副作用 就是当地死亡率下降了35% 所以看病自由恐怕是个大大的伪命题 再看一下房子自由 想在哪里买多大的房子就可以买得起 但从能量层面来讲 房子大了需要人用气来养 要耗主人的气 当人的能量向外扩散过多时 人的精神会慢慢的变得低迷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皇帝的卧室 不超过10平米大的原因 所以我们再审视一下 这九段财务自由之路 是通往何方呢 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人生呢 那么下面我再举个例子 现在的是下面举个例子是呢 中国原先的曾经的首富 他这九方面 九个方面对他一谈呢 都不是个什么难事 但是他真的很自由吗 那么这个人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叫黄光玉 黄光玉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企业家之一 他曾在呢2004年 05年08年 三年问鼎 胡润 百富榜 大楼首富 他拥有四千多万辆 四千多万元的八辆 奢侈性的豪车 拥有众多房产 其中在香港的一处房产 面积达三千多平米 当年的售价在一亿多港币 服饰都是美国意大利的奢侈品 参与联会费 在一万美金以上的高级俱乐部 打高尔夫 滑雪 澳门 拉斯维加斯等地的豪赌 按理说他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过上了幸福的人生 然而 他的欲望始终没有得到满足 最终以豪赌 输掉了八十亿为结局 结束了他的商业传奇 更引起欲望的膨胀 因商业犯罪而惹上了牢狱之灾 当人问到他最想过的生活 是什么时候 他则希望在海外的一个小岛 逃离现实生活的压力 下面我讲讲我自己的一些故事吧 我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来自于农村 从小生活条件匮乏 导致对物质生活极度渴望 中学的时候就立下志向 要成为百万富翁 大学毕业在行政单位工作两年 后就毅然辞职 奔向心中的理想之地深圳 打拼了二十多年 少时的梦想早就实现了 拥有了自己的公司 赠得了第一个一百万等等 在财富的路上一直愈合难平 上述九个自由呢 我应该也拥有了不少 但是我真正收获到什么呢 在2012年初 我遇到山长和刘老师之前 个人的状态是 身高一米七 体重约一百八十斤 吃了三四年的高压药 低压一百一高压一百六 有呼吸暂停症 动过手术 然后除血糖不高之外 其他都高 每天迎来送往 应酬 吃喝玩乐 喜欢喝酒 麻醉自己 生活在物意之中 疯狂地追逐金钱 认为人生的幸福 就是拥有更多的财富 当时自己的压力非常大 生活不快乐 回到家中 也不愿意与太太交流 那时自以为 是的认为 我把各种物质条件 都准备得最好 就是对太太和孩子 最大的爱 也是最大的幸福 可是 那时我和太太并不快乐 吵架 冷战 孩子虽然小 但是被我培养的 自以我为中心 照顾得无欲无求 更不喜欢去上学 我那时很困惑 为什么实现了 烧死了理想 并且大大的超越 可是生活为什么 并不像我想象中的 幸福温暖 而是到处充满了矛盾 物质生活极大的 丰富充实 并不能给我们 带来幸福的生活 是不是做的还不够 于是开始了移民的节奏 由于大女儿 在香港国际幼儿园上学 她并不喜欢 还有她面临上香港小学的问题 为了上小学 我买了香港小学攻略 并认真的去学习 当我发现在香港上学 也是个很大的难题时 我们开始思考 女儿教育的问题 发现香港教育不公平 严重畸形 女儿如果按照香港 教育规则上学的话 她会类似的 最主要的是她不喜欢 我们反而要忙死了 现在大家到香港过关的时候 每天早晨可以看到 深圳口岸上学的孩子 也可以在下午四点钟左右 在深圳口岸 看到接孩子的家长 我现在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是多么的幸运 一路走来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我们真正需要 什么样的教育 同时 于是在寻找这个教育 出路的机缘中 结识了三长的亲一性教育 一路走来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教育 同时也收获了 今日的幸福人生 那我们今天 下面我讲第二大点 追求大众眼中的幸福 最终会通往什么结果 第一 欲望无休止 下面给大家讲讲 我们原来看过 社界电影中的一个 达士喇叭的故事 达士从小在寺庙中长大 他的根气非常好 长大后 并且通过了 毕了三年 三个月三天的死关 毕死关 我想说明一下 就是修行达到非常高度的人 才可进行一项的修炼 在没有食物 闭关的地方 是在很高的山洞 洞口是封死的 防止野兽呢 是把它吃掉 即使是这样 很多修行的高人 在这闭关中 都会 很多就会死掉的 而达士顺利完成这项艰难的修行 取得巨大成就 修行人对他都是顶礼膜拜 活佛呢 都对他另眼相看 所以 那么他的我的这个心呢 就膨胀起来了 他想 修行上我已经达到了极致 世俗的东西 我要一下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并正正有词地跟师父说 佛陀是得了一切后才放下的 我为什么不能得到一切后再放下 我也可以像佛陀那样 他升起了欲望之心 他 于是他看上了一个美女叫巴马的 不顾师父的劝告 决定满足自己的色欲 满足了色欲以后呢 从而 产生了更大的物欲和蛇欲 为了财去打架 又去偷情 一发不可收拾 无数的欲望随之而起 再也回不了头 沉入到千百世的轮回中 丢失多年的苦休 通过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深陷物欲之中 不但无法解脱 而且会越陷越深 从上面这个故事看 这不是一个数学题 答案应该是两个都难 而且都是几乎没法做到的 就像假如你的欲望是吃遍天下美食 荣有去饭店的自由 这个欲望也比较难 因为天下有那么多的美食 一个个尝遍 恐怕一辈子的时间是不够的 再比如欲望是赚钱 住大房子 房子自由 世界上的好房子那么多 永远有更大更豪华的 等到你 哪有个尽头 所以在欲望这条路上 依旧是无穷 只要生起欲望 就注定是无法达成的 更不可能通过这 这种方式获得财务自由 只会越追求越匮乏 那我把上面的总结一下吧 中国人的有求之路 人的需求和欲望是一个 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黑洞 所谓欲和难填 就是指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佛家说 求之即不得 佛家又说 有求皆苦 如果我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和需求 你注定不会幸福 所以解脱之路 就是不要求 财务自由的背后 并不是钱的多少 而是要看清楚你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一切都取决于内心的欲望有多大 中国人这种吃喝玩乐的思维模式 导致所有人注定都走上 为自己不自由的这条路 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接触新教育后 我认为幸福的定义是 那第一点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是满足一个欲望容易呢 还是克服一个欲望容易 我的答案是克服一个欲望更容易 比如 我以前最喜欢 喝酒 想喝的时候 要考虑约哪个朋友一起去 还要考虑订什么饭店更合适 最后还要花几个小时时间去消费 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花了不少心思和时间 但如果我选择要克制一下自己 不去做这件事 可能当下的感觉有些不舒服 但如果能理性的去面对 很快就会想明白 而且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向我自己内心内求的过程 是真正的提升自己的过程 而如果没有觉知去满足自己喝酒之欲望 包括约朋友啦 订饭店 即喝酒本身这个行为 就是一种外求的方式 当外界的某个条件 不能达到我的预期时 我的内心又会很不爽 所以说 克服一个欲望 只需要于自己较下劲 而克服之后 内心会获得真正的成就感 而放纵自己的一个欲望的背后 可能要有几个欲望 或者外界的更多条件去支持 而这些环节 又不是完全可控的 那我们把幸福这块定义一下 在接触新教育后呢 我开始走上这条内求之路 首先便从观念上 转变了对幸福和成功的定义 所谓幸福就是指 幸福的心态和福气的行为 幸运的心态和福气的行为 幸运的心态指的是 我的出生就是一次幸运 人生难得 而我有幸做了人 而没有成为动物 我过得还不错 我得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应该的 我们要感恩自己获得的一切 同时 我们知道自己本质具足 我们不是因为有缺陷 到这个世界来抢东西的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 是分享我的具足 就是把你有的东西 分享给这个世界 这才是幸运的心态 而福气的行为是一种 符合天道运行模式的行为 就是我们通过成就他人的方式 去成就自己 去经营者 去做经营者 服务者的行为 为自己积累福报 这种模式在各种经典中 都有体现 比如在《道德经》中有 因其无实故能成其实 是以圣人欲不欲 而不贵难得之祸 学不学而服众人之所过 在与生对话中 季先生说 进入关系前 先让自己成为礼物 在圣经中有 施比受更有福 各种经典都告诉我们 怎么样回得福气 做了这两点之后 幸福的人生自然而来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雷莎修女 特雷莎修女举办学校的故事 1948年 38岁的特雷莎修女 离开爱尔兰的罗瑞托修道院 首先是在车站后面的 贫民窟展开了工作的 这里到处都是 破烂不堪的小木屋 和衣衫男女的脏孩子 特雷莎修女 看到贫民窟当时的现状 认为要从根本上解救这些孩子 莫过于让他们掌握知识 于是贫民区里 办起了一所露天学校 第二天 在一块大树下面的空地上的 简陋的教室 特雷莎修女 除了教孩子们一些 简单的读读写写之外 还教他们卫生常识 比如刷牙 洗脸 洗澡灯 他还亲自带孩子们到井边 一个个教他们如何洗澡 贫民窟露天学校 从开始的几个孩子 一个星期后 那听课的孩子达到一百多人 后来又增加到五百多人 特雷莎修女 为了帮助人民解决痛苦 在过程中获得了自身的幸福 和他人的尊重 他把一切献给了穷人 病人 孤儿 孤独者 无家可归者 和垂死临终者 他从十二岁起 直到八十七岁去世 从来不为自己 而之为受苦受难的人 活着 2009年10月4日 诺贝尔基金会评选 1979年 和平奖得主 特雷莎修女为诺贝尔奖 百余年历史上 最受尊重的三位获奖人之一 其中两位是 一个是马特路德金 一个是爱因斯坦 1997年9月 特雷莎修女 适世时留下了4000个 集会的修女 超过10万以上的义工 还有在123国家中的 610个慈善工作者 同年印度政府为他举行的 只有总统和总理 才有资格享有的国葬 来自20多个国家的 400多位政府要人 参加了他的葬礼 其中包括三个女王 和三位总统 下面我再讲一个 就是说是马云 大家都知道的 马云是为天下 无难做的生意而付出 最终收获成功的 2019年10月 获得福布斯终成成就点 2019年天猫双十一 全天成交额 2684亿人民币 马云曾透露 每天有26天在路上 2016年 飞行时间超过800小时 访问33个国家 以24小时计算 超过800小时 对应与专业飞行员的飞行里程 根据我们的民航法 飞行员每年飞行时间 不超过1000小时 阿里巴巴创建了初衷 就是为了让天下 无难做的生意 用电子商务为中小企业服务 最终成为了全球最大的 电子商务平台 获得了巨大成就 还有我们的老师 清一三长和刘老师 三长在给温总理的万言书中 写道 写着这封信跟领事 目的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为了教师 甚至不是为了教育本身 而是因为我非常 担忧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而当时 他自己的条件 符合最苛刻国家移民的要求 但是最后 他决定还是留下来 他写道 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尽管他生病了 还病得很重 如果我在自己的国家 民族危机重重的时候 偷偷跑掉 可能我的余生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落入 因此我决定留下来陪着他 即使他并不需要我 即使我什么也不做 陪他死去也是一种无悔的选择 这当然是他的一种谦虚说法 他并没有留下来 而不作为 而是为了 承接起中国的道家文化 培养出最优秀的中国人 他无私地将自己 研究和实践成功的教学理念 及成果 公布在网上 贴钱贴时间 在隔地开分享会 向大家去视线 让各位有缘人去模仿 学习 让大家去跟随践行 通过这十几年的探索实践 培养出来的学生弟子的能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同时我们有很多家庭 因为山长而改写了命运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他自己无有所求 但我们看到他的 现在武功越来越厉害 眼界思维更加开阔 理想目标更加高原 喜欢他 崇拜他 转意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这就是因为他的付出 而自己真正的收获 成为了中国 传承中国文化的大师 真正实现了 立功立德立言 刘老师的慈悲大爱 用会心课的方式 去唤醒和解决 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问题 心灵问题 家庭问题 家族能量 一切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提升我们每个人的能量成绩 在课上刘老师常说 只有你们大家的能量成绩得到提高 提升 我们这个圈子的整体能量成绩就会提升 我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国家 甚至整个地球能量成绩的提升 当人类的能量成绩得到整体提升后 我们的地球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人类才会更加和谐 也因此在今年正月十五的时候 刘老师用他的慈悲大爱之心 调动了宇宙能量 在亲朋群里组织一场 为大地母亲祈福 提升人类整体意识的活动 我们看到刘老师的大爱 覆盖了整个人类 当他真正做到了 让世界因我而美丽的时候 他自己的功力也有更大的提升 不仅得到了学员们的尊敬和荣代 也为自己的人生账户 积累了更大的功德 三长和刘老师的答案 实实感动着我 激励着我 让我有勇气去除心中 内心中的污垢 让自己变得柔软精进 激励我去践行性教育 服务更多有缘人 以上四个著名的人的例子 都说明只有付出 才能收获幸福成功的人生 那么下面我冲这两个方面 然后谈谈我自己是如何做的 第一个就是从幸运的心态 从这方面 知道自己本质具足 不在外求 幸运的是自己与家人 找到三长和刘老师 由于他们的教会一致 让我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目标 当找到人生的使命之后 一切都以目标为导向 其他多余的东西尽量的剔除掉 第一不吃 吃在百分之九十上的 以上的中国人的认知中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句俗语的 说的 人生在世 吃穿而至 大多人过着 活着就是为了吃的生活 当年的我并不例外 在上清新课时 三长说 生而为人只知道吃喝 跟猪有什么区别 当时我的吃喝欲望 极重 听到这句话呢 就很刺耳 就闹在心里了 但仔细一讲 确实如此 人如果只知道吃穿 一生只关注物质 吃得再好 花样再多 还是满足口舌之欲 确实与猪五多大区别 猪吃了要睡 睡了吃 不操心 不纠结 还是非常快乐的 而人呢 人吃多了 各种病就出现了 同时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还要不断地疲于奔命 导致身心俱疲 甚至危害生命 明白这一点 我就下定决心 慢慢地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刚开始很难 但通过不断学习 不断上三掌的贺 当内在的观念改变时 再难的事 也不觉得难了 现在我再也不去 胡吃海山 平时基本素食 有一日两餐 或者一餐 慢慢过渡到 身体需要时才吃 当明白 吃是为了生命的延续 和存在这个道理时 改变吃的观念后 我的身体也变好了 体重有原来的180斤 减到了130多斤 降压药呢 也甩掉了六年了 当不再出去应酬的时候 空出大把的时间 可以学习成长 人生向自由迈进了一大步 新教育告诉我们 不吃的真谛 是怎么吃 真正吃 到放下吃 也就是说 吃什么最有能量 比如说 吃穀物的 穀物和根茎类的食物 是最有生命能量的 但是执着 是怎么 但执着于怎么吃的最好 一样是一种执着 只有身体需要的时候 想吃就吃 才是吃的自由 第二点就是 不玩 玩在现在的人的生活中 占了很大一块时间 比如很多人喜欢玩 打牌 玩麻将 没日没夜的玩 甚至不睡觉 耗费生命 还有 现在年轻人呢 半夜两三点钟 还在外面唱歌 虽然我现在 没有这些爱好了 但是呢 喜欢呢 走亲访友啊 虚好时光 原来喜欢去旅游 无目标的游玩 只为了走马观花 到此游 游玩时 吃喝玩乐 回来是身心俱疲 没有什么收获和价值 还喜欢呢 到处攀缘 交一些酒肉朋友 因为呢 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命意义 怕闲下来 怕空虚无聊 把自己的时间 让一些无聊的事 占得满满的 因为这才是男人 应该过的生活 是成功人事的生活模式 殊不知在心理层面上 这是在逃避现实 拒绝思考 上完三掌的清心课 让我知道了人生的价值 当时篱下誓言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清心课后 思考的事 不是玩 不玩是怎么玩 就是会玩 更高级的玩 玩到极致 别人搭不到的玩 就是通过更高级的玩 提高自己的生命能量 比如我曾经坚持 做了过半年的贴墙工 还有大白燦 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恢复 做了近一年的跑步 开始每天由五公里 到每天十公里 2019年大年三十 和大年初一 我带领我们全家 连续两天跑了半马 让我们的身体和思想 都得到了突破 经济充足 经济神充足 上了刘老师的会心课后 现在又开始玩起了 御加和静坐 现在玩了近两个月的御加 每天早晨 做四到五遍的御加动作 约半个小时 身体变得更加柔软 现在静坐也可以 做到一个小时左右 通过御加和静坐 让我的身心更加清静 对于生命的领悟 更加清晰 身心更加愉悦 希望通过身心的锻炼 未来能参加 有机会参加闭黑关 现在计划年底 想玩一次全马 让身心得到更大的突破 第三 就服务 服务的行为 在新教育圈里 成为一个经营者 服务者是最有服务的行为 所以我希望做一个经营者和服务者 2012年后 我通过去上三长和刘老师的课程 现场去学习和聆听 承接三长和刘老师的智慧 回家后深入学习三长和刘老师的博客 与上课的内容 并进行深化 在生活中践行和运用 另外 阅读三长推荐的书和生命成长有关书 如《道德经》 《六祖谈经》 《与神对话》 《奇迹课程》 《海灵格》 《还有佛学的智慧》等等 通过前任的智慧 提升自己的生命能量和智慧 另外 积极参加新教育各种活动 做义工 去分享 让自己充分浸泡在三长和刘老师的智慧中 全然地承担起自己生命的责任 通过阅读和运动的方式锻炼自己 第一小点 既然 我这么有福气 能接受到三长和刘老师的教诲与指导 并且以他们为榜样 找到后半生的人生方向 践行新教育 服务他人 那么就要锻炼好自己 使自己具备能力配得上这个目标 全然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我主要是通过 阅读和运动的方式去实现 让运动和阅读成为生活中的习惯 运动呢 原来是没有习惯的 那么改变自己的信念 坚持21天形成习惯 先从不激烈的运动开始 于是坚持了 大半年的大白颤和铁强功 让自己身体提升 又通过跑步 突飙半码的方式 做心理突破 现在习惯了运动后 不运动反而身体不舒服 运动后的喜悦 让我对运动真心的喜爱 它是我成长 必备的动力 那不完以后就 多增加 还有一项就是阅读 阅读呢 不是什么书都可以阅读的 阅读要以服务人生为目标的 所以阅读的书是非常关键的 有些书刚看时看不懂 不过没关系 用心的多读几遍 其以自限 同时身体能量提高 有利对你对书的理解 因为书也是有能量成绩的 你的能量达不到书的能量成绩 当然看不懂 当你达到就可以接受到书上的智慧 三掌的博客 刘老师的智慧都是有能量的 多去体悟 每次都会收获到不一样的成果 与生对话更是白话版的道德经 不但读还可以在喜马拉雅上去听 让我受益非常大 还有三掌最近推荐的 过好日子的190个基本 更是一本好书 可以指引你的人生方向 在践行中 在践行中成立 我成立和新教育 和清新年级的同学 成立了合一家属 做新教育的服务者 学习是一个方面 践行更是关键 所以上完2012年的清新课后 马上与清新二期的同学 成立了深圳合一家属 当时由我来牵头 我是二期的班长 由我太太马清林 他现在在清一武道馆 由黄小燕老师 发起人有黄小燕老师 他现在在今日做校长 有段清静老师 段清老师现在在今日当老师 有刘杰老师 刘杰老师现在在行资做老师 我们都抱着一份无私的信念 把三长的爱分享出去的心 成立合一家属 开家属于成立出出 我们就制定 制定的规则是 我们都是家属的义工 终身服务 家属独立不属于任何人 独立存在 让真正有教育理想的人 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教育理想 让新教育家长在这个平台上 实现孩子的教育的理想 让未来新教育的孩子 在这个平台上 实现他的人生目标 人生理想 目标是打造出中国的 真正的精英私校 百年名校 学校的成立 是践行我们 学习清新教育理念的 和成长自己的一个 非常好的平台 一路走来 到现在有八个年头 家属的教学越来越成熟 同时也在不断的更新 和精进之中 我们知道家属 我们知道家属一定会是 未来中国私立 私立精英学校的一颗明珠 但他一定初心不改 服务于有理想的精英家庭 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 一个载体 我也立志下班身为 清新教育服务 服务更多有缘人 收获 第四大收获就收获了 志同道合的价值伙伴 山长在清新课中讲过 如果一个人一生 只能学一门课的话 他宁愿教孩子们的是 人际关系课 因为一个人能否成功 人际关系发挥到 85%的作用 而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之中 95%属于无效 甚至负关系 只有5%的属于 正关系的范畴 基于这一理念执行 这几年 我也在不断清理 自己的人际关系 之前因为生意 因为利益 因为面子 关系等结交的朋友 慢慢都不再交往 不再相互消耗 缺而带着的是 新教育圈中 越来越多的 志同道合的伙伴 和这些伙伴们 在一起做事 我内心真正收获了 成长的喜悦 和相处的轻松 以及相互之间 真正的尊重和关爱 那我把后面 今天的分享 我总结一下 第一点 接触新教育后 我改变生活方式后的结果 首先 家庭 孩子 自成幸福方面的改变 个人方面 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体重由180斤 降到140斤以内 不但拥有了 健康的身体 还拥有了 健康的心态和理念 知道身体的健康 自己可以把握 所以再也不去做体检 生些小病 马上能觉察自己的 心态流拉血不对 然后调整改变 身体就会马上好起来 心态积极阳光 偿怀感恩之心 就不可能生病 家庭方面 在刘老师的课程中 彗星课让我和太太 一起看到自身的问题 一起找到问题 面对 臣服 放下 解开心中的疙瘩 让家里的爱流动起来 夫妻关系 无障碍沟通 感恩彼此的付出 父母之间的问题解决后 自然与孩子的连接紧密了 放下对孩子的期待 静待花开 孩子们自然不会再 为银河家长而找感觉 现在家庭亲密而温暖 各自都知道自己的位置 更多的是能感恩在一起 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喜悦之中 自然希望通过服务别人 把这份喜悦传递出去 现在打造的就是以 合一家属为中心的教育平台 并且今年成立了合一教育基金 逐渐会以合一教育基金为基础 合一家属的教育平台 为核心的家属传承平台 把这份爱与智慧传递出去 分享出去 回顾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成功 幸运的心态 服气的行为 不在外求 走上内求之路 追求真正的自我提升 真正走到幸福之路 一定是一份内求之旅 只有内心的幸福 自己荣有幸福 才能传递爱 人人结识佛 人人本质具足 人人都可以得到幸福 获得幸福 其实幸福的过程 找幸福的过程 也是一个发现和意气的过程 当你知道自己本身即是幸福时 那么就深入自己的内在 找回本质具有的幸福之心 发现拥有幸福 自然去分享 那么你就会永远拥有幸福 感恩大家的聆听 感恩深圳读书会的全体义工 祝福你们全家幸福 夜蒙吉祥 谢谢熊杰老师精彩的分享 通过今晚的学习 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 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和成功 只会让我们走向欲望的深渊 就像神话故事 精畏填海 欲望之海 无穷无尽 怎么也填不满 而真正的幸福 是拥有幸运的心态 福气的行为 那叫让我们 跟随新教育 一起迈向幸福 拥有幸福 想成功 帮助别人成功 想幸福 帮助别人幸福 为了使今晚的收获最大化 请各位家人朋友 即使把你今晚的收获 体会 或者最触动的点 写下来 在群邮件里更贴 和在群里共享 新教育深圳读书会 秉承服务新教育 让更多家人 通过线上分享 和线下组织活动 一路同进展开 2019是丰盛的一年 2019是收获的一年 新教育深圳读书会 邀请到14位分享嘉宾 带来了14场高能量 高价值的分享 他们或是知名的企业家 或是教育专家 或是新教育学堂堂主 他们的分享 点燃了我们智慧的火花 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 思考教育 感谢新教育深圳读书会 感谢分享嘉宾的 无私分享奉献 感谢 感谢一直在幕后 默默跟您的义工团队 2020我们再见 具体分享内容和日程 我们会提前公布 敬请关注 今晚的分享 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 祝各位家人朋友们 幸福满满 夜梦极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